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而且這一波國王隊是9比0的氣勢 還沒有中止 工程師做了一個換人調度 讓朱雲豪重新上來 因為朱雲豪上來可以幫助球隊 拉開空間因為在這幾波進攻 你會發現星巴在第一位要不到層 這個問題工程師必須要趕快解決了 加油 掩護之後撿右者 3分外線再拔起 力道大 不會看得出他 在這兩波進攻蠻有信心的 李宗盛已經衝向觀眾了 把球給撥掉 國王隊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兇悍 所以我正要說 在第一節的時候開局其實工程師 他在防守上面給的長度很多 開局是上身體 但是第二節呢 反而是國王隊的防守比較 physicality 事實上在第二節的長度是有提前的 沒錯 你看現在其實在高 不論是剛才的田浩現在的高國豪 他在收球要找他的傳球點的時候 他其實傳球的位置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的往裡送 他只能夠往兩邊的測一分 但是在這一節你看緊緊的是李金斯跟法師 所以法師在這一節還沒有出走的機會喔 唷 等一下 我們有多久 來繼續報告 或許 等於 方式 很不容易 超過 我們很快